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遗留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大部分应用呢 我们第一个分类 我们应该是全部或者是一个推荐 显示我们的一些全部的数据 或者是一个推荐的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是直接从某一个分类开始的 这显然是不对的嘛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给它完善一下 那怎么去做呢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首先呢我们先进入我们的index页面 找到我们index页面之后呢 我们来看我们label这里怎么去实现的 我们是直接把获取标签的内容呢 复制给了table list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标签内容 我们打一个日志 我们直接把data打印出来就行 前面我们给它加一个描述 描述呢就是标签 回到我们的浏览器里 我们来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呢 我们拿到了六个数据 那么我们六个数据 第一个就是后端开发 对应我们这里第一项 那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 它最前面会有一个全部的选项 那么我们就把全部内容 我们就给它插入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啊 data.unshift 就是在我们的数组最前面呢 去给它插入一项内容 内容呢我们就叫做 name 然后一个全部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一个全部的内容 插入到我们页面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全部的分类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全部的分类里面呢 其实是没有返回任何数据的 我们的请求数据返回的是一个空 所以我们要去我们的云函数里去处理一下 我们全部内容的数据展示 到我们项目里面 我们找到clode functions get list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加一个条件 我们的条件怎么写呢 如果name等等于全部的话 我们去做什么呢 如果是全部的话 其实我们不需要match的这个条件 我们直接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搜索我们全部的内容 那么全部的内容 我们怎么去搜索呢 我们需要在这里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我们叫match object 等于一个空对象 空对象也就是说 等于全部的时候 只需要把我们的空对象 传给我们的match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它非空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match object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然后把它去扔给我们的match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来看一下条件 其实我们的name等于全部的时候 它是没有去做任何处理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条件呢 我们改成不等于全部 我们直接去给它来一个复值 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一个全部的筛选 我们去部署一下我们的代码 然后来看一下 部署完成之后呢 回到我们代码 我们来刷新页面 这样可以看到 我们全部所有的内容 全都已经筛选出来了 同样呢 我们后边我们去切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报错 报错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给一个场量去复值了 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不应该是let 不应该是cost 我们的场量呢 在下面去有个复值 所以上面我们不能用场量 然后我们再去部署 我们再去看一下 部署完成之后 我们来刷新下一面 我们点击后端开发 点击职场生活 点击全端开发 这样的话 我们请求的就是我们一个正确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的代码呢 稍微去整理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list list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list catch debt 我们把它 我们给它制空 然后下面的有一个输出啊 输出我们就给它干掉 我们都不要了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这里的日志 我们去给它打一下 这里的日志我们要保留着 在这里 我们去输出一下 我们的一个返回数据 这个我们是要去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要刷新一下页面 因为GS限制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去复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每次去修改的话 我们的热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只要修改数据的话 我们的内容可能就不会显示 所以需要我们手动去刷新一下页面 回到我们的正题啊 我们来看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去点击一个后端开发 这里呢 我们可以请求数据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去切换的话 同样的会去 请求我们的一个职场生活的数据 那我们请求成功 然后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去往回刷新 这个页面其实已经去加载数据了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还是会去 重新去请求了一遍数据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去每次切换我们的内容的话 每次都会去请求一遍数据 那这样肯定显然是不大对的 我们需要把这块的内容呢 我们再去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list下面 趁着的时候 趁着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给它加一个条件判断 它的length等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表明是我们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们才去加载我们的数据 这样我们去给它加一个判断 这里我们去写个备注 当数据不存在 或者长度是0的情况下 采取请求数据 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刷新一下页面 清空控制台 然后我们去点击后端开发 我们请求数据成功 点击职场生活呢 同样的数据可以请求成功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后端开发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就不去请求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数据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去请求了 点击全部 同样呢 也没有去给我们请求数据 我们点击后边一个移动开发 我们没有数据 所以我们去重新请求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是否请求数据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去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希望我们先刷新下页面 我希望当我点击切换之后 我们没有数据吗 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在上面显示一个loading 等待加载中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去把这个功能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下载一个loading的组件 这个组件呢 我们就不自己写了 直接使用unioid的组件就行 我们怎么去找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输入extcloud.net.cn 然后进入我们的插件市场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输入loading mode 然后我们去搜索 搜索的话 我们找到第二个 dcloud的一个unioid的组件 我们点开 点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hp的插 导入我们的插件 然后呢 或者直接去下载一个插件的zip包 我们都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然后输入一个验证码 然后把我们的压缩包 我们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就基本上就下载成功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找到我们下载的zip包之后 我们把它解压一下 解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comptance的目录 目录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插件 然后把我们的插件 拖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组件 就已经引入成功了 同学们可以按我的方式 去下载一下 或者呢 直接从我们的get分支上面 去把我的组件去下载下来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组件怎么去使用呢 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 list item里面 在这里 这里实际上去渲染 我们的列表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这里去渲染我们列表的 我们应该在它最后面呢 去给它一个加载中的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去使用一下 我们直接U Loding 然后直接把我们的组件 引入进来 然后我们这里 先给它写一个固定的值 我们叫loading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指定一个acony type 我们用最后一个雪花的样式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有没有成功 然后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呢 每次加载 我们会有一个正在加载中 正在加载中的提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loading mode这个组件呢 它其实一直显示在我们的页面当中的 包括我们在全部的时候 我们去刷新到最后 它一直都是在显示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去隐藏掉呢 其实我们不用这么做啊 因为我们页面会有一个上来加载更多的一个功能 同时呢 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需要去改变它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去写一个no mod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刷新我们的页面 它现在的值呢 就变成没有更多数据了 所以说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这是在我们最初去刷新数据的时候 我们让它去选择一个loading loading的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loading的话是一个正在加载中 但是如果我们改成no mode呢 没有更多数据 那么它就显示的是一个 没有更多数据的一个样式 这两个状态 需要我们自己去判断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判断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一个上拉 就是在我们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我们去上拉我们的页面 会触发一个上拉加载更多的一个事件才对 然后去加载我们更多数据 等我们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们应该返回一个没有更多数据 我们的页面